祝云飞说 你每隔三天才能回来一回 炎帝得寸进尺地 把秦悠悠压到身下 双手不客气地 粘柔她粗胸上粉嫩的尖端 惹来她英宁的清喘 嗯 你是打算三天后和我去鬼三台 秦悠悠努力维持锦鱼的理智追问她 对 作为报答 你先把这三日的甜头给我 炎帝稳住她 决定趁着天还没亮 把十几日来被小妖女害的 牵肠挂肚的深仇大恨先报了 早上起来 秦悠悠梳洗更衣 用过早饭到阵外与燕玄会合 看着对方明明心中了然 却一脸假正经的表情 脸蛋红了整整大半天 你真的不能见炎帝啊 秦悠悠努力找话题 燕玄说她在凡界接触的凡人越少越好 不过她替她在镇上买药的时候 倒并没有很忌讳 燕玄哈哈一笑 真要见她也没什么 就怕她一见我这么英俊 潇洒欲数凌风 再想到我这些天 跟你朝夕相对 会酸得睡不着觉 秦悠悠又羞又气 凶兽原来不怎么凶 不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她回心意想 不得不承认 燕玄所担忧的很有道理 今早起来 她就听朱云飞说 炎帝把风归云 打发去找风家的主事之人了 连剑都不想让她见 接下来三日 秦悠悠宅在山洞里 过得很是熟悉 鬼三台金氏 与潜伏在山外 准备与金氏大战一场的风家人 却过得很是焦虑 炎帝让风归云给风氏送信 措辞尚算客气 但意思十分明显 列出几个条件号称合作 实际上是要他们俯首称臣 从此乖乖听香月国 炎氏皇族的号令 风家高曾在这个地方 收到炎帝的信函 自然也明白 他们想夺去鬼三台的消息 不但走路了风绳 还惹来一个 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大煞行 风家的人一边好好招待风归云 一边开始商议应对方案 炎帝已经给了他们最后的台阶 他们只剩两条路 一是直面炎帝的怒火 承受族中高手被屠戮干净 族人亡命天涯的惨烈后果 二是从此成为香月国的附庸 这样的选择并不难做 难的是归顺香月国之后 他们要如何自处 才能免去香月国那些明里暗里 削弱他们实力的措施 避免被香月国彻底整残吞没 金氏同样十分难过 炎帝来了 定不会放任风势的人成兄 但是堂堂一个圣平亲王 突然从前线赶到这里来 就只是为了拯救他们 这个笑话真的很冷 金氏上下做梦都不敢想 圣平亲王会拨戎来拔刀相助 但是这样的怪事真的发生了 他们不得不怀疑 对方拔出的刀 会不会顺道捅他们几个噱口子 而且炎帝竟然跟金氏 在山外负责接洽外物的人说 他们打算携同王妃一起 到鬼三台拜访 这典型的就是黄鼠郎给鸡拜年呢 明知道让炎帝夫妇进入鬼三台 等于把他们最后的一点牢底 也交代出去了 但是拒绝的话 他们没办法说出口 人家这副姿态 明摆着就是随时可以掀了他们的老巢 不过留点面子 让他们好下台罢了 香月国刚刚吞并了多利国 声势如日中天 炎帝这样的十八平五圣 就是天刚星玉完好无损 都不见得能够拦住他 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机关树墙的 鬼神莫测的秦悠悠呢 时至今日 他们金氏就是砧板上的肉 全看人家想怎么切了 时时务的话 或许还能仗着先前的交情 留点脸面 捞些好处 如果要玩对抗 奉神教就是榜样 金氏组长长叹一声 最终决定由金氏图出面 亲自去迎接圣贫亲王夫妇 到鬼三台做客 于是三日后 炎帝挽着秦悠悠 在金氏图的陪同下 大摇大摆 走进了金氏的老巢 秦悠悠来过这里许多次 对谷里的一切早就不再感到新鲜 一行人被直接迎到山谷正中的主宅之内 主客双方坐下寒暄几句 炎帝开门见山道 本王的爱妃最新机关术 听闻贵府有天罡星域闻名天下 可惜已经蒙尘多年 所以想试试亲手将之修复 不知道金族长意下如何 他这一番话 简直就像是一声惊雷 炸得金家上下天旋地转 天罡星域年久失修 无法再用 是金氏一族的最高机密 虽然这几年外间多有揣测 但始终未被证实 就是金氏在听上待课的这些人 也有许多对此事一无所知 现在竟然被炎帝当面喝破 就是主作上那几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也瞠目结舌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金族长首先反应过来 摇头道 圣平亲王说笑了 天罡星域这些年来一直不曾动用 不代表他已经毁坏 不知道王爷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炎帝面无表情 扫了一眼听上神情各异的金氏人等 被他的目光所及的只觉得一股无形压力横扫而来 忍不住一阵脚软 好些心智不坚 修为浅薄的 甚至不由自主倒退了好几步 贵府的年轻英才 很多都不在贵三胎 这是一个语气肯定的问局 金族长与金浮屠 以及几个知情的长老脸色巨变 金浮屠沉声道 圣平亲王此话何也 英才子弟培养不易 众未明知道 风势的人就在山外虎视眈眈 还让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鬼三胎 这时有些奇怪 炎帝对待旁人时 绝大部分时候都是面无表情 外加语气毫无起伏 让人很难从她的表情 推测出她真正的心意 金氏的人面面相去 哪不准她是因为发现 金氏秘密送走重要子弟 进而推测出 他们的天罡星玉 已经无法使用 还是以此作为威胁 如果他们不答应她的要求 让秦悠悠去看天罡星玉 就要对他们那些 送到山外的弟子不利呢 可他们都知道 圣平亲王不是善男信女 今日他既然把要求提出来 他们不答应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管他刚才的话 是不是存心威胁 惹恼了他 鬼三胎这些人 不但个个没有好果子吃 只怕山外那些弟子 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敬酒也罢 罚酒也罢 这酒他们是喝定了的 秦悠悠看着主座上 几个脸色苦的 可以滴出枝来的金家人 不由的有些同情他们 跟妖怪对着干 是没有出路的 他明明是打算帮他们的 结果阎帝一出手 倒像是他要欺负他们似的 不过对待这些心思太复杂的人 也许这样的手段 才是最省事的 如果不是顾念到 他跟金氏的人有亲戚关系 将来还打算让他爹 继续在金氏安享晚年 估计 炎帝连说话都省了 直接抓住几个金氏首脑 让他们把天罡星域献出来 任他折腾个高兴更简单 几个金氏长老也算干脆 咬了咬牙 向金族长点点头 事到如今 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金族长挥挥手 让听上其他人退出去 然后道 我族的天罡星域 确实已经毁坏多年 不过此事 关系到我金氏一族的生死存亡 所以不得不竭力隐瞒 道教王爷王妃 简笑了 王妃娘娘的机关术天下闻名 愿意帮助我族 修复天罡星域 是我等求之不得的好事 只是我族有几个要求 希望王爷和王妃能够答应 秦悠悠看了眼帝一眼 回过头对金族长道 秦家 金族长知道 今日天罡星域的所有秘密 都保不住了 甚至金氏虽然逃过了 风氏这一劫 日后前途依然未卜 所以也彻底豁出去了 说来惨贵 这些年来 卧族有不少机关师师徒 修复天罡星域 但是都已失败告终 甚至有人在修复过程中 因为一时不慎被机关锁伤 性命不保 王妃要替卧族修复他 我们感激不尽 但若是修复过程中 王妃出了什么意外 我族上下万死莫属 金族长说这话时 目光所向是炎帝 而不是秦悠悠 这话的意思就是 你的王妃要去折腾可以 但万一出事了 你别来找我们的麻烦 本王的王妃 自由本王亲自照顾 不会让她发生意外 无需他人操心 炎帝冷冷道 他并不承诺不追究责任这一点 如果炎氏的人敢对他的悠悠 搞什么小动作 那确实是万死莫属 他会让他们死得很惨烈 金族长无奈接着道 天罕星域对我族至关重要 不论王妃娘娘是否能够将她修复 关于她的一切事情 请王爷与王妃不要外传 没问题 秦悠悠点头 他只想快些看看 那个天罕星域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管怎样 总该比他从前看到的那些 三大机关世家的作品 要强上不少才对 最后一个请求 王妃娘娘修复天罕星域之时 我族会有三位机关师旁观 金族长迟疑道 一副秦悠悠会拒绝的态度 他冷静下来也隐约明白 炎帝与秦悠悠远道而来 很有可能真的就是要看看天罕星域 试试是否可以将他修复罢了 炎帝如今要灭了他们 并不是难事 没必要对他们说谎 虽然他们态度强硬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形同打金家的脸 但如果秦悠悠真的能够修复天罕星域 那也不算是坏事 若能趁机让自家那几个 痴迷机关术的老小怪物 偷失一番更是大妙 好啊 秦悠悠答应得很干脆 他都不明白这么简单的要求 金组长有什么好吞吞吐吐的 金组长见他答应得痛快 登时大喜过望 这次秦悠悠修复的虽然是金氏祖传的机关 但机关师都有一些密传的手法技巧 一般只有非常亲近的师徒同门 才会被允许从头到尾 看对方制作修整精妙机关的过程 而秦悠悠却好像从来没有这些顾虑似的 金氏几个人想起去年胜手擂台决赛 秦悠悠随手就把圣平亲王府 花园地下的机关设计图纸 拿出来让大家看得豪气 心里顿时酸了起来 自家当宝贝的东西 人家压根儿不当回事 他们跟天公胜手真的差这么远吗 金组长望向身边的几位长老 看他们是否有什么补充条件 几个老者与金浮屠沉吟片刻 终于摇了摇头 他们心里不是不想提条件 而是不敢多提 万一把炎帝这个煞星惹急了 他们就什么都完了 秦悠悠看着他们眉来眼去 而炎帝照旧面无表情 冷峻吓人 衣袖下握着他的那只手 却很不正经地在把玩他的手指 轻挠他的掌心 他心里觉得很是无语 这个面上一套内里一套的家伙 夫君足够吓人 好处也是很多的 例如现在 金氏的人就不敢玩花样 答应下来之后 马上就带他们到后面的机关工坊 不多时 就见三个机关师 神情肃穆地 护送了一个檀木大箱子上来 放在一张用整块岩石打磨而成的 大桌子旁 这三个机关师 有两个头发胡子都雪白 一个面旁如少年般年轻光滑 不见丝毫皱纹 另一个却像风干了好几年的橘子皮 皱巴巴的几乎看不清楚五官 这两人的修为都已经是五胜级别 另外一个看上去年轻一些 却是在圣守擂台上亮过相的金字经 不过秦悠悠照例不认得 只是炎帝对他有印象 金族长神情愧疚地 上前向两个老机关师行礼 大概是觉得连祖宗传下的宝物都保不住 面容年轻的那个老者却挥了挥手 目光直直望向秦悠悠 你就是天宫圣守的弟子秦悠悠 金族长等人都叫秦悠悠为王妃 不过在这个老者心目中 仙人天宫圣守的弟子比什么王妃来的更有价值得多 秦悠悠点头 嗯 是的 金族长怕自家这些大人们口眉遮懒得最严谛 连忙上前插话介绍 这位是我族的前辈 他一句话还未说完 就被老者打断了 老夫杭三 他横六 秦姑娘叫我们金老三 金老六 就是了 这个是我们的侄孙金子晶 秦姑娘是不是想替我们修复天更新玉 这便开始吧 这个金老三直接又迫切的态度 倒让秦悠悠生出几分亲切感 闻言当即走到了市桌旁 阎弟听人叫秦悠悠为姑娘而不是王妃 心里却是有些不快 不过看到秦悠悠跃欲试的兴奋模样 便又释然 金字经打开箱子 真而重置的 粘出七个颜色有黑 朴实无华的金属盒子 放在石桌之上 依照北斗七星的位置排列开来 这套天刚星辰乃是我伯父所致 伯父为他耗尽心血 完成后没多久便去了 未能来得及再多做一套 可恨我太过愚笨 亲眼看着伯父完成这套天刚星辰 却无法学他那般亲手做出一套来 甚至连图纸都没能保住 我真宁愿当日烧死的是我 而不是那些图纸 金老三神情沮丧 过去的就不要提了 王妃娘娘还是先看看这套天刚星辰吧 金族长很纠结 暗暗埋怨金老三 怎么就不知道说话注意点 把老底都交代出去了 金老三瞪了他一眼 倒是没有反对他的提议 天刚星辱是金氏祖先留下来的 原本族中优秀的弟子都能掌握制作技术 图纸也不止一份 但后来因为出现了个别优秀弟子 差点把图纸技术外泄之时 所以管理便严格了起来 图纸到最后便只保留了一份 而且也只允许极个别弟子接触 渐渐的金氏能够制作天刚星辱的人 越来越少 往往几代人才出来一个精英传人 可以按照图纸制作出一套两套 到了金老三伯父那一代 正赶上金氏人才凋零 最后有能力依照图纸造出天刚星辱的 竟然只得他伯父一人 天刚星辱再厉害 也是金属所致 年身日久 会被腐蚀损伤 而金老三伯父制作的那一套天刚星辱 成了这几百年间 唯一完好可用的最后一套 而更倒霉的是 鬼三台这位最后的高手去世后不久 就因为雷电引发大火 不但把天刚星辱的图纸烧了 抢救的过程中 连着最后一套完好的天刚星辱 也不甚被破坏 金氏的几个高层花了大力气 才把这个消息压下去 唯恐闻事风事的人知道了 会更加肆无忌惮吞并他们 没想到今天先有炎帝一口喝破 再有自家人把牢底都合盘拖出 金族长与几个长老拦阻不及 金老三论辈粉论修为 都在他们之上 他们遇上这样满脑子 只知道机关术的长辈也只能无奈苦笑了 秦悠悠不理他们 伸手拿起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机关暗器盒子 黑悠悠的金属盒表面上 只有两个典雅的骨体文字 遥光 这是北斗七星中最末端的一颗星星的名字 一直没有开口的金老六提醒道 遥光尚可使用 秦姑娘小心 秦悠悠向她点点头 嗯 可否让开一点 让我试试效果 金氏的人一听 都飞快地自觉躲到一边去了 秦悠悠前面露出大片的空地 这里是金氏的工坊 设计上 原就考虑到 有人会试用机关暗器测试效果 所以一侧设置了各种草靶 木靶 铁靶 石靶 等等不同材质软硬的靶子 秦悠悠这样的行家 不需要别人指点她机关暗器的用法 东西一上手 就知道启动机关的暗扣在什么地方 不过金老六还是忍不住叙叙叨叨地说了起来 要光发出的牛毛洗针 这一盒里头可以装一百零八只洗针 若有老夫发动 至少可以动穿十五品五胜的虎身钢铁 可惜如今不知道哪个部分受到震动出了问题 力道大不如前 他说到这个脸上颇有几分得色 他的修为已经快要到达十四品 但五胜即使差一个级别 实力也是天差地别的 能够凭借暗器破除被自己高一两个级别的五胜的护身钢器 确实值得骄傲 炎帝听了心里一动 当日他将秦悠悠救起 他就曾经想用一个名叫玲珑扣的机关暗器 报答他的救命大恩 然后离开 那个玲珑扣同样是内藏一百零八只钢针 论体积比这个摇光还要小了至少一半 那一百零八只钢针分三次射出 可以动穿七品五尊的护身钢器 当时秦悠悠没有提及 对启动玲珑扣的人修为有什么要求 后来炎帝试了识 竟然是由普通人使用 就能达到秒杀七品五尊的恐怖威力 如果是由面前这个身为五胜的金老六启动 要动穿十五品五胜的护身钢器 估计不难 而那个却是秦悠悠随手拿来送人的东西 虽然一次性发射一百零八只钢针 与每次只发三十六只 对于饥黄的强度要求肯定不一样 不过同样的 玲珑扣的外形也比这个摇光小得多 炎帝几乎忍不住 想要伸手去揉揉琴悠悠的脑袋 把她拥入怀中好好地亲一亲 这个果然是上天送给她的宝贝 否则怎会如此出色